大家好 我是周凱 歡迎收看三立準民調封關特別報導 現在總統大選還有立委選戰 進入最後倒數的衝刺階段 究竟在民調封關前的這一刻 誰占上風 誰又還有努力空間呢 首先我們來看到支持度的部分 賴蕭佩依舊維持領先 是獲得了百分之三十點九 侯康佩則是以百分之二十七點九緊追在後 接著呢 則是柯銀佩的百分之二十三點八 而賴蕭佩領先的幅度只有百分之三 所以戰況是呈現相當激烈的拉鋸狀態 接著我們再從三組人選的支持度趨勢來看 跟兩週前的數字相比 賴蕭佩的支持度是下跌了三點八個百分點 侯康佩則是下跌了零點九個百分點 柯銀佩反倒是逆勢上漲了二點六個百分點 可能原因則是在於 炫戰的最後時刻 除了藍綠選民各自歸隊之外 民眾黨的支持者也在最後關頭表態了 所以讓三組候選人的民調 再度回到纏鬥的局面 接著我們再進一步從區域來分析 三組候選人的支持度 以六都來看 同樣是受到了藍綠陣營 各自歸隊的影響 傳統上這陣版圖被視為天藍的雙北 還有桃園 都是由侯康佩取得微福的領先 南臺灣的臺南還有高雄 則是由賴蕭佩領先 而值得關注的是 被視為藍白河示範區 以及搖擺州的臺中市 不僅為表態的選民比例最高 而且是由柯銀佩拿下了最高的支持度 這顯示藍白一旦合作 民眾黨陣營得到的力多 反而比國民黨更為明顯 而進一步從不同的性別 還有年齡層來分析 我們可以發現 賴蕭佩不管是在男性 還是女性的選民當中 都是獲得較高的支持度 柯銀佩則是在二十到三十九歲的 年輕族群當中是取得領先 四十到五十九歲 以及六十歲以上的支持者 則是賴蕭佩最高 侯康佩只有在五十到五十九歲的 族群當中取得領先 而在選戰倒數的階段 重要關鍵也在於 能否確保民調的支持度 最後都能夠轉化為實質的選票 扎扎實實的把每一票 都投進票櫃裡頭 這才是每一位候選人的最終極考驗 目前在看好度的部分 賴蕭佩可以說是遙遙領先 因為是以百分之四十六點六 大幅碾壓了侯康佩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二 以及柯銀佩的百分之十三點五 而從一定會投票的族群來看 雖然賴蕭佩的支持度跟侯康佩的差距拉大了 但是卻只有微幅領先百分之三點八 對比看好度的大幅領先 是出現了非常大的落差 這個結果也顯示了綠營選民的危機感 目前看起來依舊不夠強烈 而提到喚起危機感 那就要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分析 也就是在棄保情境之下 總統支持度的調查 首先可以看到如果在侯康佩當選機會不大的情況下 有高達百分之二十的支持者 他們會轉向投給柯銀佩 最後會導致賴蕭佩跟柯銀佩的支持度 差距明顯的縮小 而如果是在柯銀佩當選機會不大的情況之下 會轉投給侯康佩的支持者 也會比轉投給賴蕭佩的支持者 還要來得多 而在選戰的最後階段 民調領先的賴蕭佩 可以說是完全不能有任何意思鬆懈 除了總統大選備受關注 立委選戰同樣是競爭激烈 首先看到的是區域立委 全臺選區整體的平均數字 國民黨是獲得了百分之三十五點二的支持度 民進黨則是百分之二十六點六 民眾黨則是因為只提名了十個選區的立委 所以支持度為百分之九點六 而在部分區立委的部分 國民黨在政黨支持度是拿下了百分之三十三點一 民進黨則是百分之二十六點四 民眾黨則是百分之二十點一 如果按照這個數字來推算 預估國民黨在部分區立委 可望拿下十四席 民進黨還有民眾黨則是各拿下十一席和九席 而這份民調是三立電視委託山水民調公司 所完成的 調查對象是針對全國二十歲以上的民眾 調查時間則是在十二月二十六號到十二月二十七號 有像樣本數為一千零九十五份 分別為家戶的五百四十八份 還有手機的五百四十七份 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水準之下 抽樣誤差大約為正負二點九六個百分點 以上就是今天的三立準民調封關特別報導